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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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Hello, 我是麻布 又緊了,又緊了,又緊了,這個是CASE 我們剛剛去完這個日本回來 找了XFET PARK,買了好多不同的東西 而且拿了會場的周邊 我們進來的時候,好像有一個XFET PARK的袋子 為什麼你忘了它? 我完全忘了它 但袋子上面有XFET PARK 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年才有,因為去年也是用這個 我不肯定 這個是入場才有的 本身這裡有不同顏色的袋子 有一個紅色的 記錄都會有不同的 我猜是之前說有什麼先行先婦的會員之類 就會有不同的袋子 在這個會場裡拿著的時候 已經分到階級了 這個 普通人 普通人走開吧,另一條袋子走開 這個厲害,這個可以過 這裡裡面其實它本身包什麼 出血棒棒 表演的時候看到有的人在敲這東西 這個就是軟糖 應該是有紅綠黃的顏色 開出來試試看 它的顏色是很兒童的 我正在吃頭髮 吃回去 它會有一本小冊子 就是Liflet之類的 這個是它在NDS也會推出的新遊戲 一些貼紙 現場會拿到的Liflet 這次在會場裡面 大家會看到 它有很多不同的動畫 會準備開 這套七夕的時候 剛剛已經推出了 另外還有一套是這樣的東西 但這套又是 10月全國公開預定 它袋裡有一張之前玩過的 Monster Strike的卡牌 咦? 它說是全五種的 限定的 這張是光爆 應該是 這個真的跟剛才的file是同一款 大致上的紀念袋是這些東西 但另外我們還買了其他東西 怎會這麼少呢 如果大家看我的影片 其實也看到了 這個就是 它這次真的有整個龍頭給你轉 轉蛋真的轉了很多年了 想不到 終於可以捉住它的角 終於可以捉住它 我本來想試試捉兩個圈 看看是否五星 可能上次在會場的時候 拍得不太清楚 現在拍我大頭給你們看 喂 好了 好像這麼暗的 我忘記了 喂,怎麼樣? 導演 這些東西是在會場買的 你看到我買了這一盒 現在開完 但先介紹一些 不用太難開 就是這隻了 這隻 很想Daya幫我買 多謝Daya 這隻第二天完全沒有貨 這隻是奧拉龍 它拿著寶珠 其實它還有很多款式 好像有預言家的吉祥物 在影片上其實有的 你看到有一個位置 我去吃東西的時候 它煮東西吃前面 其實放了很多不同 這樣大小的造型奧拉龍 哦 還有這個袋子 這個袋子不是說金果君 這裡有個金果君 看到嗎? 看到這個位置嗎? 明明這個就不是金果君 可不可以來我煮的嗎? 這邊是嗎? 這個才是 那個才是 對 好可愛啊 它好像銅跑了一樣的 而且這個袋子的設計其實是很方便 很好用 上面這個位置就是裝帽子 這個位置可以裝帽子 很可愛的 有一個東西 用來頂住 讓你不會夾巢帽子 開回來之後 它有一個位置 跟我之前Youtube的袋子一樣 它也可以放進去 在這裡旁邊開 你也可以拿出電腦 都蠻方便的 還有這件衣服 上次直播已經拿出來了 但沒說抽蛋會比較好 這個是我抽到的水貓 給你帶來看看 我真的是水貓嗎? 你們現在很慘啊 重點的時刻就來到 當然要開開這件衣服 全套五種,但有六盒嗎? 你有一隻會叫Ricky 原來有一隻重複了 原來有一隻是隱藏的 裡面應該是有... 小紅帽、蓬萊、光天 很厲害,我好像懂得記了所有的名字 然後有白雪、潘土拉 還有一隻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試試看,看看誰能開到 猜是什麼 我覺得是露西法 可能是露西法 光天的第一隻 小紅帽 潘土拉 白雪 蓬萊 真的最後一盒? 我真的打到最後一盒 會不會是重複的 最後一盒,究竟是什麼呢? 重複啦! 為什麼? 可能這隻是要抽的 不是啊,這兩隻不同的動作 原來你一早已經開出來了 那隻特別 是嗎? 本來這隻潘土拉是只拿著盒子 你剛才開出來的潘土拉 是那些吉祥都走出來的 你的潘土拉是打開了潘土拉的盒子 這隻就是一隻的準備走出來 尷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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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尬 那一隻就已經走出來 是不同的 所以特別版應該是這隻 是啊 一隻就這樣放不太好看 現在整隻放在這裡 我覺得挺漂亮的 而且它不是很大的 我先給大家對比一下高度 所以它不太硬 如果你放在辦公室那裡 可以放在電腦上 這樣很可愛 我們對怪彈的愛又怎麼會這麼少呢? 這個人 我們又一起去了上野的玩具店 大家都知道那裡有一個專屬的櫃檯 這隻是乖蛋的周邊 我們看看買了什麼 這個第一隻 這隻是魔法街的鎖匙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習慣 就是回去的時候 有些散子包是帶著不同地方的散銀 因為在我收拾好散銀之前 馬寶以前是把散銀放在同一個盒子裡 試過有一次用很長的時間來分開它們 猜到這是什麼國家的 所以現在要一個散子包 這個鎖匙包好 很重要 這堆都是在上野買的 有很多都不太有關事 給大家看看 這個奧拉奴的貼貼 有兩張 這張是你這張 有奧南的黑面 然後有 哥斯拉拉 然後有一支鏡 都是哥斯拉拉 相機快點 還有貓 這兩個漂亮 這個我找了貓 很久才會給我買 她說不知道買來是什麼 我覺得有點無聊 這個真的不知道買來什麼 但這個真的很漂亮 你們說吧 這些是雞、金果、蚊子 很漂亮 你說有什麼用 現在我想要用一刀釘在牆上 接著會去刮下這樣 鎖匙 saddle 和嘎匙賽鎖匙 和鎖匙扣 應該沒有人想不到 我覺得最愛買這個 在想一切 很多怪 真怪!我不明白 這bar 都在今年而買 我忍到今年才買 她真的不明白 買的 我就是別這麼知,是ROC 不過我聽到這把劍是為了什麼呢? 我先吹脹它 吹脹 那它吹脹是一條東西的事 這個是露西法的公仔 很有趣 我想很多人都有存在這個 黏土人系列的露西法公仔 現在我們開不開出來呢? 不開的,我多數連口放的 因為我們很多這些景品、FIGGAR的公仔 有大部份都會連盒放在這裏 為什麼不棄贏呢? 上寵客,下手都這麼誇張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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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看啊? 好像很Kai的樣子 我以為會再長一點,威武一點 現在好像擺著有一隻弓 上寵客的手都這麼厲害 買兩個可以扮成拍拔拔拔 這樣好像比較像 好,這次我們掛大一點的周邊分享 就來到這裡 我們先放一個扔拔拔拔 大家記得按這個扔拔 我考慮送這支給你們 考慮,裡面包含我的口氣 可以回去慢慢聞 下次再見 拜拜